那另外呢有个听众朋友们 给我们问的这个问题 就感觉事情很严重了 那这个因为您再有一病 跟您请教一下 他说他自己母亲已经86岁了 那因为现在有这个乌脚病的问题 因为是说是糖尿病的关系啦 所以他的末梢神经常常血液阻塞 导致于呢现在有乌脚病的状况 那他现在去看医生 医生是有建议他说要截掉脚掌 但这就是身体总是被截之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嘛 他想问说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解决方法来治疗乌脚病呢 这可不可以也请我们看 细胞医疗专家陈昌平陈医师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给点建议 是的这个哈 他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 糖尿病的病化症 因为糖尿病会造成血管变小嘛 所以血流就减少了 所以到末端的脚 常常就有伤口 伤口就没办法抑合 我看他的状况也是 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有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大概在脚的伤口 有半个前头那么大 那医生本来要抓去 把它解枝了 后来使用了干细胞活化因子 两个礼拜以后就开始稳定了 那三个月就缩成一半 六个月完全好了 哇 ok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几岁了 开刀很痛苦的 单就麻醉这一关很可能就过不了了 是是 所以我是觉得他应该可以试看 这个干细胞活化因子 试一下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法来做治疗 对因为已经有成功的案例 对同时这个除了让他的伤口一合以外 他体力会变好 精神会变好 其他各个地方都会改善 那因为90多岁的最怕的是 就久握在床上不起来 然后会造成肌肉萎缩 甚至于那个会造成乳窗 就是因为握在床上 屁股那里就这样 所以这个是可以好好来处理 那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可以私下打电话给我 我再跟他解释的更详细 因为这非常重要的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干细胞医疗专家 陈昌平陈医师 谢谢您的解答